《风神传说》轮回镜头 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充满神话与神秘力量的世界中 主角是一位名为李锋的年轻人 他身负多重身份 分别在不同领域中展现出非凡的能力和影响力 首先是在《龙城争霸》中 他是红圣莲的双花红棍 被誉为汉龙 在这个比武竞技的世界中 李锋以惊人的武艺和毅力 打遍全港字头 无人能敌 其次在港鬼魅影中 他是末代天师传人 掌握着驱邪降魔的神功 周旋在京霄大厦的鬼怪妖艺之中 守护着人间的平安 而在庙堂江湖中 他则是正武堂大兜都 权倾朝野 心狠手辣 掀起江湖血域 为自己所属的门派争取最大利益 除此之外 李锋还涉足高五江湖 末世废土 智怪仙霞 西游风神等领域 与各种神秘力量和生物交手 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 在这一切的背后 上古逝去的神话正在逐渐降临 诸天轮回 神职者的使命更加重大 而当主角真正站在轮回镜头时 他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凡人 而是一位封神的存在 他的旅程不仅是一场关于武艺和神通的探索 更是一段关于命运和宿命的深刻反思 他通过不断挑战自己和外界的极限 最终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定位 成为了一个超越凡人的神职 感谢观看